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18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主席 前总理卡利达奇亚 习近平说 中梦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扩大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也保持着良好沟通与配合 当前中梦都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面临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任务 不断深化双边关系 全面开展互利合作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加快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梦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积极评价中梦党籍关系 他说 中国共产党愿进一步密切与包括民族主义党在内的 梦各主要政党的友好交往 不断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以党籍交流合作的新成果 为中梦国家关系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卡利达奇亚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巨大成就 预祝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圆满成功 梦民族主义党视中国为真正的朋友和天然的盟友 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积极推进两党两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最后的时间里取得更大